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你一块去看戏啊 戏票 原来你想去看戏啊 是啊 你拿着戏票 回去好好打扮一下 在学院门口等我 我先回药部看看 等我啊 我一定来的 陈妮啊 陈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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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换衣服 我要出去 是 是 太太 戏快开始了 我们先进去吧 再等等吧 那我再过去看看 要拍戏呢 快快快 快快快 要拍戏呢 快快快 太太 太太 旗都散场了 我们回去吧 太太太 太太 走 走吧 我 很烟 魯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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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还要快 ه 見慕了 冷静 膊 很烟静 别晕了 你呢 还没让你 你怎么来了 蓝叶 这么多天不见 想你了 你想不想我 大白天呢 给人看到了对你不好 管他呢 蓝叶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刚刚做成了一个大生意 等结完账 我就有钱了 到时候 我就跟那个臭婆娘摊牌 正是纳你为妾 你高不高兴 高不高兴 你脸上为什么一点开心的表情都没有啊 我好不容易才流出来的 笑 给我笑 我笑不出来 大嫂 大嫂 怎么了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还得在房间里多睡一会儿 麻烦你帮我端下饭吧 好 我马上帮你弄啊 嗯 你笑不出来 这屋里面 一定有人能笑出来 求救人 不要打无双的主意 你要干嘛 我都答应你了 这样才对吧 咱们每一次都要到最后一步 你才做得到 你不累吗 过来 过来亲我一下 放开我 来人 你们 来人 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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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你听我说 我什么都看见了 你还想说什么 来人 以前别人说的我都不相信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知书达理明辩是非的人 所以我们才交了这么多年的朋友 可是今天我才明白 我看走眼了 你简直不知廉耻 我是有苦衷的 我明白 让你嫁给陆大佑的确是委屈了你 可是既然已经是事实 你就要认命 自顾恋女不配二夫 就算你再不喜欢陆大佑 你也不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听 我不想听那些肮脏的事情 我只是为冷大哥交取 亏他还一直惦记着你 因为欠了你很多 如果冷大哥知道这件事情 你说他该多难过 不行 你不能告诉云哥哥 你能做出来 你为什么不让人知道 现在 我们不能再做朋友了 只是看在多年感情的份上 我要提醒你一句 人在做 人在做 天在看 此堂每年都有 一两队男女 被请到猪笼里 我不希望有一天 我去那边送你 心恶 够了 我 我不想再说了 我好痛啊 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会尽快忘记这一切 我真的 忘了你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 不是这样的 懒爷,懒爷 我香粉和旺拿了 你帮我拿下来 滥大佑,别来无恙啊 蓝烟叫得挺亲热的嘛 周老爷您怎么来了 我去叫蓝烟服侍你啊 他没在上面 他走了 他去哪了 这个我怎么会知道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背着我碰他了 说 没有 我连他一个手指头都没敢碰 您吩咐的我哪敢不照办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你要相信我 蓝烟回来了 蓝烟你快帮我好好伺候伺候周老爷 我去做生意了 你站住 留下来 周老爷 我还得你做生意 够不够啊 够 够 闻门 陆大游 我觉得你不太会管老婆 怎么管教 当然用家法了 这个家没有家法吗 还不去哪 好 你不应该推开我 干什么 这里是你家 当然是你打了 你不打 你让我打 我就打你 反计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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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我 你还是不是男人 别怪我 你 别怪我 你 他 了 你 上 我 你去哪里了 我问你去哪里了 我去药铺了 药铺里忙 走不开了 是吗 去药铺 药铺里忙 都做了些什么 当然做药铺的事情 这些都是你从小看到大的 那就奇怪了 我问遍药铺上上下下的人 怎么都说没有见到你 我知道你去哪里了 你去见杜兰烟了 对不对 我问你是不是去见杜兰烟了对不对 他只是一个丫鬟 下人 他有什么好 为什么你要不停地去见他 谁 我是去见杜兰烟了 又怎么样 下人 我也是个下人的 我每天会到家在你面前 我也是个下人 你有没有尊重过我的感受 我怎么没有尊重过你 在周家 上上下下持家打点 哪一天不是为了你 我哪里也没有尊重你 你说 你有没有把我当成男人 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丈夫 你知不知道男人的感受 你呢 你像个木头人一样 我没办法抱着一个木头睡觉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止要见他 我还要把他取回来当孝妾 不行 你就是 你给我想一想 如果不是我爹的安排 你怎么会有今天呀 够了 别让你爹挂在嘴边 他已经死了 在春堂 要是没有我的话 赵队已经垮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一家之主 我要做出 我要做出 你 来 你打我 你打我 不要 打 你打我 打我 不要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吵不闹的话 这个大太太的位置还是你的 如果你得罪我 就得是胡瓜 没有人可怜你 还在为无双的事心烦啊 郎大哥 大友哥把他关起来了 不让我见他 正所谓 正所谓 京城所至 今时未开 只要你肯努力 努力做一番事业 我相信 陆大哥 迟早都会认同你的 只好这样了 对不起啊 没事 小姐 云哥哥 你们在巡逻啊 是啊 我们在巡逻 来 云姑娘 好 这怎么回事啊 昨天陆大友把碗摔破了 我不小心割伤的 不太像 像是被打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割伤就是割伤的 我有事先走了 小姐 这个蓝烟姑娘到底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难道那个流言是真的 什么流言 我是听他们家隔壁邻居说的 说陆大友整天喝醉酒打老婆 屋里整天都是惨娇生 这个人真够坏的 妹妹要管 老婆又要打 真不知道这个人的心 是不是铁打的 兄弟 您自己来 好好好 兄弟 怎么今天突然想着请我喝酒呢 其实啊 要喝酒 吃菜去家里就好了 何必来这儿破费呢 这儿挺贵的吧 大哥 你对我恩仲如山 别说是喝酒了 干什么都行 瞧你说的 其实当年我也就是正好经过 倒是你常来看我 给我挣了不少面子 现在我在外面做生意 嗓门都比以前大了 大哥你真会开玩笑啊 其实这次来 我 我是想跟大哥说些事情 什么事这么严肃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是我童年的一些往事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要去找我们家小姐 怎么 小姐有下落了 是啊 她就在平安镇 呦 那太好了 你赶紧把她接来 让我也瞧瞧 什么姑娘让我兄弟惦记得这么久 走 大哥你天天和她在一起 是蓝烟 本来早就想告诉大哥了 但想想又没什么 要是扯开了 万一有什么误会 那就不好了 那你喜喜现在要告诉我 我今天遇见她 看见她手上有伤 是我的 为什么 老公打老婆天天地地 有什么为什么 大哥 你今天是来替你们小姐出头的 要打我一顿 还是想去教训我 让我以后再会小心点 不然就对我不客气 大哥我不是这意思 我只是希望 我不管你希望什么 我都不会答应你 自从蓝烟嫁给了我 她的命运 就和我的命运宣在了一起 她有她的痛 我也有我的痛 她痛了 她能找你说 可我痛了呢 我能找谁说 大哥 你可以找我 这是我们俩夫妻的事 你最好别插手 如果你想打我一顿 随时都行 我绝不还手了 我走了 大哥 或许我家小姐 有很多做得不好 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是请大哥 看着她是你老婆 看着她很努力的份上 不要太难为她了 冷云兄弟 可吃不吃